讓國際輪輪2021至2020 以後無改善人生的考核 國際輪輪三屬七空區 台南幸福輪輸 最后特別觀景一倍論議 跟住行器定復古 讓台南起立安安病院 由議長林勝責代表接受 大家知道說 救人一命勝造欺體糊塗 那院方當然在這個新冠肺炎疫情之下 則無旁大要把防疫做好 但是一般民眾的慢性病 或一些急重難航的疾病 人應該迅速就醫 但是這就醫當中 很多長者因為活動不變的關係 那在院內需要倫理 那本來院方倫理是相當的足夠 但是我們現在讓民眾方便起線 可能從第一醫療大樓進來 可以從第三第二醫療大樓 把倫理放在那邊 那相對的這個倫理就非常的短缺 那謝謝社長 他非常了解我們的情況之下 很愷然的捐贈幾十台的這個輪椅 讓我們長者方便 那這一次當然我們院方 責務旁大要跟所有福論社 好好的這個所謂的合作 那不管是他們辦了一些大型活動 或一些捐血活動 我們會提供相當的醫療的資源 那也希望社會大眾了解福論社 以人為善的這個精神 這個新公益 然後把所有的貢獻 放在我們的所有市民跟病人的身上 除了環境福谷 另外台南幸福福論社 也發起聯絡三年 每年環境五萬塊的醫療救助基金 希望這處保證營業 現場也有社友江謙文 醫科林公司的名義共同相應 透過我們福論有社 大園福論社的一個介紹 讓我們了解到說 其實在台南市比較偏遠的地方 安南醫院 他有這一個醫療救助基金上面的一個需要 所以我們幸福社呢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可以做這種服務計畫的一個活動 那在創設社長 我們CP Sofia 以及我所有幸福社的 社友的努力贊助之下 我們就有承諾 安南醫院 我們要連續三年 都捐助醫療補助基金 而且呢 我們知道說醫院 他有輪椅以及助行器 還有單軌的這一些 醫療輔助器材的需要呢 我們在群體社友的 大家踴躍的響應之下呢 我們也捐贈了輪椅 以及一些輔具 那當然就主要我們幸福福論社 只是做一個拋磚引玉的一個行動而已 我們希望能夠藉由這一次的 捐贈能夠引起我們其他 福論有社的注意 或者是說其他一些社團們的注意 我們可以有更多更多的一些醫療資源 或是救助金呢 我們可以抑注在台南市立的安南醫院身上 最好出席觀景醫師有國際福論 3470區的中感 胡宗仁 幸福福論社的社長謝辛惠 跟全體的社友共同出席 你怎麼便宜藝長林勝哲 也一一來回敬感謝 感謝福論社 對他令我愛好和長期的幫忙 台南新聞林跟蔡宏寶德 忽然他們才會把醫道交給我們 對他令人複造三個 照片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